打開門 大樓住家門外聚集大批警力 合唱實彈手拿防護盾牌 持搜索票 但屋主打死不開門 屋內一陣騷動奔跑聲 警方二話不說破門空間 當場逮捕一對男女 警方查扣大量塗品 以及改造槍枝和工具 如同小型軍火工廠 警方順利 法人逮捕 賀蘭發現竟然有一把手槍 外型就像手機 是高雄時尚頭一遭查獲 可隨身攜帶隱藏 以規避警察查器 並防止毒品遭黑吃黑 隱藏式手機型手槍 外型乳白色 還貼上三鏡頭模仿iPhone 但面板往外推 立刻變握把 鏡頭邊緣有上下兩個槍管 裡面還有撞針 具備一定程度殺傷力 犯險的工程是從網路上購買的 所以我們研判 他是買回來之後 再做自行改造 隱藏式手機型手槍 其實在網路上都能輕易買到 懷疑是嫌犯自己改造槍管和撞針 至於傷傷力到什麼程度 要叫由刑事局鑑定 幾方也將追查 長治流向擴大偵辦中 記者葉正宇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疫苗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